嗨,大家好,我是幻子 前段时间在做那个酒 然后已经过了七八天了 今天我们来酿酒 锅里面现在放了一点水 这个木桶是空心的 去年用过一次 现在今天刚刚用了个水洗了一下 这里正烧火 上次我跟大家拍的那个视频 下一集 然后就是今天拍的这个煮酒了 煮酒了 今天开始煮酒了 已经发酵了好久了 差不多快八九天了 我说的是一个星期 但是已经有八九 要咬出来 米酒,这个是米酒 然后这里准备了一个木头 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孔 通过那个蒸汽 把那个酒煮了之后 从这个小孔流出来 不知道大家那边有没有做米酒 是不是这样做的 你上面烧火要烧很久 全部是大的木产 过一会里面煮饭滚之后 然后开始这个有水蒸汽 全部从这里流下来 流下来就是酒 好,它这里有小孔 里面会把里面的酒接住的 在这个管子接长一点 接长一点 然后留到这里来 等下拿个桶在下面接着 就是把它那个蒸汽全部压住 这个锅上面烧点火 用一块布 把这里缠住 就这个锅和这个 和这个木头 连接的时候有空隙的 把它封住 把它封住 现在已经酒全部煮好了 全部滴到这个坛子里面了 要把这个拔开 拔开的时候 不能透气到那个酒坛子里面去 一定要把它封住 这个酒坛子一定要绑好 绑好了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就好喝一点 不能透气进去 一坛呢 这个还有微酒 微酒就是里面还剩下一点 我们用来做那个醋的 盛醋 用这个红盆子装的 自己就要做醋 这个上面的水就要不要了 就全部咬下来 煮了很长时间了 正经四五个小时 马上要天黑了 好香的酒 那个酒 闻得特别香 我接一点喝 我拿到外面来 外面光鲜好一点 很香 一点甜甜的 喝了 喝完这一小口感觉身体热热的 今天酿酒已经酿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止TV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的农村生活 我们下一个玩意 我们下一个玩意 好 我们下一个玩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